- 麻煩大家中午場的朋友們,福星節快樂,麻煩大家點個讚支持一下吧!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今天台灣設計的8月8號,中午的12點35分 第二盤是要塞喔,哇,中國打庫曼 要塞圖這兩個文明都超強的,中國打庫曼的話,我覺得55開 中國打庫曼,前面庫曼第一波很強,帝王初期 如果YO是兩個TC,接第三個TC,然後追蹤三TC,打帝王帝快的話 中國會比較不舒服 那中國第一波通常打庫曼,都要出強弩跟戰卯去擋那個清場 在要塞圖裡面 那一旦中國擋住的話,那庫曼就開始難打了 因為庫曼他這文明還怕疾兵,那中國該有的都有 所以我覺得決勝點可能在帝初 那如果庫曼遞出沒攻進去中國,我就比較看好中國 然後這個圖呢,還要看遺跡有多少顆 因為也有可能中國打到煤金的時候,他也是剩垃圾兵 那庫曼的話他有匈牙利清洗兵 所以我覺得要塞圖其實T0文明有幾個啦 中國庫曼還有以前有人用這個孟加拉 還有阿茲也有人玩 這幾個我覺得都蠻強的 包含也有之前的緬甸 緬甸 朝鮮 葡萄牙 都有人玩 還有上次誰,羅馬也有 但是最最最勝率最高出場率最高的就是庫曼跟中國 所以這一盤我覺得就55開 應該會... 這個局波蠻多的吧 這個局波蠻多的 請主播幫忙證明台灣999戰術 你說阿拉伯的越南以後就是 中立越南999戰術 什麼,世紀帝國金劍中立999戰術是不是 可以,中立主播主持 可以可以,合理合理 現在16村 庫曼2TC 打中國這裡22村 那再次提醒喔 這一場是4G模式 剛剛我上述講的是 跟國王沒有關係的 但是如果 這個等一下 國王如果被殺了 那跟我講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也有可能清查進來 射到那個國王有沒有 他射塔很快阿 他射塔很快阿 搞不好帝王初期 找到國王 射一波塔 塔裡面有國王 直接漏尿一波 然後直接射到國王 那直接死 那塔頭也是掰掰 那塔頭也是掰掰 那你說要中國聯弩兵 去射庫曼的國王 是有點難度啦 因為畢竟中國聯弩兵 腿真的很短 他的腿真的很短 所以基本上 塔頭這裡還要小心 就是自己的國王 不要被Snipe掉 因為這裡咱們中國的文明線裡面 是比較偏向於陣地戰 在打庫曼的話 那你開清奇兵 當然中國也是有滿集體的 三公三公 但是庫曼也有嘛 而且他的那個跑 跑速有提升5%嘛 對嗎 好 那YO的話 他把石頭 他把TC開在石頭位置 這個意圖非常明顯的 就是一個2TC挖石頭 連上寶接地網 那YO作為這個世界級玩家裡 我已經講過無數多次 最強庫曼人玩家 就是中國選手YO 所以這一盤YO的庫曼到底怎麼打 我們也是來欣賞一下 我們也是來欣賞一下 啥是999喔 聲率可以找國王嗎 不行 沒有看過國王被變過 啥是999 嗯 就是說 北部的都市傳說啦 就是桃園的 某一個區 平鎮區 平鎮交流道 中壢交流道 這個 一些的區域裡面 有傳說中的很多的看板 都叫做999 那他的店名標題呢 是主打這個生活休閒館 生活休閒 就是很像是墊腳石那種 我這一間的墊腳石是賣什麼 文具行的 那墊腳石又分什麼 休閒館 生活館 大創百元店 那我們中壢這個地區 就是有這個 一千塊有找的 生活休閒館 主要讓你休閒的 嗯 那至於休閒什麼呢 這個實際上你們要去實際趟吧 我不能隨便亂說 呵呵 那這可能呢 也是要有來桃園一趟 親身走過一次 那你才會知道說 原來 人家問說 桃園 有什麼美食好吃 有 前陣子的中貞市場 中毒事件 喔不是 就是 中壢的桃園 米肝 龍肝 龍肝 龍肝地區 米肝 這是特產 好吃嗎 還有這個什麼 中壢的牛肉麵 好吃嗎 還有什麼 清浦華泰 賣名品層 Outlet 可以逛 中壢 桃園 就這些 但是講到生活休閒 那我們就是一律 999 這樣子 關鍵字就好 上網 剩的就是上網查 剩的就是上網查 如果都是台灣人 但是不知道這個999故事 我這個懶人包已經 告訴大家了 好不好 啊基於可能 再講下去 講得太明顯 我的直播呢 可能又要黃標 這個我就 不再多加去除了 文具店裡面擺小瑪莉 對對對 反正就是類似這個 確實我去台南跟高雄的時候 我也都沒有看到什麼 999什麼的 就是真的是只有桃園有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讓我介紹一個桃園名產 我不會跟你說什麼龍潭花生塔 什麼大溪威士頂 什麼什麼 什麼 吃活魚 我也不會跟你說什麼龍乾吃米乾 我都不會講 我就會說 桃園就是 你只要999 就知道 沒了 這是最屌的 別的縣市沒有 全台灣 999 最頂的 在桃園 全桃園 最頂的999 在哪裡 在中立 最頂的 沒有比其他地方還頂 真的就是中立最頂 中立人的驕傲 最頂的 謝謝 謝謝 ZOOSTARK的 75塊的三桌 第一次跟到我 早上的直播 沒問題 沒問題 因為其實我早上不開直播了 這是第二次而已 謝謝你 謝謝 NDLINK的 加入會員 感謝你 難道您是對我們這個中立 有一些 想要深度了解嗎 可以撕一下 可以撕一下 好 這一盤 現在 回到比賽裡面 城堡上來 YO是開3TC 然後 他點品種 他沒有打地塊 他沒有打地塊 YO在那邊騙 他先出青茶 打地塊 不是 他打正常套路 不是打地塊 然後他先點品種 想要著重搶遺跡 TATO這裡是 中國聯弩兵先出 YO發現他不能打地塊 因為他兩個TC 接一個聯上寶的話 遇到中國聯弩兵 他這個流程會被斷掉 哇 TATO封閉師地圖好強啊 競技場大師賽 柏晶聯賽的冠軍啊 這邊先出聯弩兵先堆疊一波 等你進來 先人跳 結果YO他也是 他也是人中之龍的 老江湖的 大概中國的會所搞不好 可能跟我龍老師一樣 都已經走遍遍了 不知道啦 這隨便講 應該是龍老師走遍遍吧 YO沒有中計 TATO這邊是有一個陷阱卡 但是YO沒有中計 沒跳進去 兩邊目前五五開 沒有任何的差別 很精彩喔 目前套路上還不錯 因為你們要知道要塞圖是這個了 就是你看不到裡面他幹嘛 你只能用什麼情報啦 判斷經驗啦 看他今天是想幹還不幹啊 來判斷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那YO這邊我覺得他的頭有縮住 目前沒有伸出來 還是一如往常的打一個鐵龜 4TC 其實前幾天跟魚兒聊天的時候 魚兒提到說YO認真打的時候 他覺得觀賞性相對的比較無聊 我說怎麼會呢 YO的比賽局怎麼會很無聊呢 他說會啊就是會打到很後期啊 然後前面很無聊 因為他都打鐵龜 那這個部分我就認同了 因為總是要高潮 都是要慢慢堆疊起來的 我們總不能當中國三秒下 那YO的比賽局呢 也是跟Viber一樣 比較偏向於後期決勝 封閉式地圖當然也前面打不出東西 那最近YO在比賽局 像以前會打一些前置戰術 也比較少 因為有些前置呢 YO拍車拍不動了現在 以前就拍不動了 現在有我在坐鎮幫忙毒奶 他更拍不動 所以YO現在我畫面上加上我的介紹 你們看不懂斯基帝國也沒關係 但是以畫面為正 YO現在打前置比較少了 所以他打到後面那個鐵龜流 前面是真的偏無聊 就是偶爾出來露一下頭而已 他那一隻龜就是藏在裡面 差不多後期才出來 開放式地圖剛剛輸了 可是他羅馬怎麼樣 他也是龜在裡面 所以其實 我覺得余兒也是 沒有要特別湊YO的意思 但是YO從以前戰術很多元 到現在有一點前置也不打了 拍車拍不動了 所以就是變成已經 就是龜頭形狀 那個鐵龜形狀了 對 現在85村打83 這邊是4TC加一個寶 然後這裡一個國王 哎 還是很接近啊 86村打8 經濟誰贏呢 哎呦 塔套 塔套 哦呦 塔套 朝鮮的話蠻強的 但是不是最強 朝鮮的話 之前那個誰有玩 塔套有玩 VLACE有 塔套這裡 除了石頭書以外 其他經濟小勝一些 哇 YO YO這邊點地王 可是是後手 遺跡2對2 最後一顆在哪裡 最後一顆在 YO這裡 3比2 好 那麼清查他沒有三級射 所以打中國聯弩兵會吃大便 那庫曼這裡等一下要轉兵了吧 等一下要轉兵了吧 海陸套餐嘛 那海陸套餐的話 塔套這裡兩種選擇 他也是出青旗兵 第二種選擇就是出擊兵 但是如果塔套是出擊兵的話就比較被動 然後 YO就可以遊走 他就會變成是水劍龜 水系的烏龜 那現在是純路戰 他現在正地戰的話 目前就是一個大龜殼 卡在那裡 塔套這邊上石牆 鞏固後面的這裡的附地 還不錯 但是好像 這個地圖控制來說的話 YO已經開始在做布局囉 外面等一下都是各種高地堡的 可能是 這邊中國聯弩兵 先上來一波中國人 打中國選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教練他們把塔套的名字 念成叫塔套 等一下跟著念塔套 我們認真魔人又要說我發音不標準 塔套的名字叫做塔套 小名叫做塔體 又或叫塔踢頭 那在教練台 選手那邊 叫做塔套 隨便 都可以 好現在116撐 打114 欸 YO幹嘛 想在這裡 衝撞一波 哇 國王在一個弱邊 會不會被頂進來 這裡塔套有看到這裡衝撞車吧 有BK高地BK YO他正常來說 第二波應該會是轉匈牙利清奇兵 他第二波應該是匈牙利清奇兵 結果他是直接衝車 然後塔套這裡的話 他沒有轉兵 他直接是大量巨頭加強這個精銳連弩嗎 B站一波嗎 他如果把寶都拆拆掉 YO會輸欸 沒有清茶可以出 那 YO後期 他的 後排剩什麼 你 你庫曼沒有清茶 難道打馬公嗎 沒有三級射的馬公可以玩嗎 不能 沒有三級射的戰卯能玩中國嗎 不能 那沒有999在中壢能玩什麼嗎 不能 但是這邊衝撞車進來 塔套把國王放在城堡裡面 謝謝 謝謝MAN的數塊港幣 爆竿系YouTuber 沒有爆竿系啦 最近 最近因為這個BO21弄得我很累啊 但是其實這也是我們第二回合而已 加136吋 又是200P YO能贏塔套嗎 不是以前都是YO贏塔套 現在是塔套壓著YO打喔 不會吧 哇 兩代戰神欸 Viper跟YO一起都要下去了嗎 Viper跟YO都是中年危機了嗎 那可是塔套怎麼辦 塔套中年發力是不是 不太對啊 還是說以前Viper跟YO兩大戰神 各自抵消掉各自的法力 兩邊邪惡力量衝撞了十年 激情碰撞 如果兩位的高手在斯伊帝國的 2000年 2000 2010年到2020年 衝撞激烈 激烈 激烈摩擦 他們的法力現在已經是沒有辦法再回上來了 是不是 HP沒有辦法恢復 蛤 就跟我他媽野蠻人 怒氣永遠沒辦法滿是一樣的 我拳頭怒氣很滿這樣 中年危機 兩個寶貝都掉 一個寶貝都掉 然後家裡一個寶貝都掉 兩個寶 這邊點一個金冠 火箭技術 加上精銳聯盟 這邊還被守住 哇操 真假的啦 歪歪怎麼贏 這邊金冠上來了 這是精銳嗎 精銳清茶 哇 這一盤好看喔 這一盤好看喔 清茶打連武兵 都是精銳 現在 我嚴格跟你們講 其實那個 我們下一期的TAG戰隊的影片 我個人 會排五大選手的排行吧 那我也讓選手們 還有教練去排他們認為的五大選手 跟原因 下一次出片是這樣 那我也不先說我的五大牌啊 原因我也先不說 但是這一排呢 清茶上來 點掉很多巨頭 清茶打巨頭很快啊 跟那個魅力發小一樣啊 這一波他頭犯了一個錯 這一波他頭犯了一個錯 他沒有寶推 就是 連魯兵當然架在那裡很好 但是這個清茶跟那個魅力卡小一樣 基本上你一定要巨頭是在城堡後面 現在海路套山上來的人是 庫曼 他頭因為剛剛失去了那四排巨頭血虧 現在他頭沒有前排 但是他的後排輸出好猛 天啊 中國連魯兵 中國奴 諸葛奴 諸葛奴 這一把在我們暗黑 這邊是也會有這一把 這個建設的很快 融化 進戰攻兵 每分鐘DPS最高 中國奴 這裡 游牧文明 中國的北方 游牧文明 庫曼 也是建一次射很多隻的 各種亂射 各種射 出駱駝 不要吧 卡頭 暗駱駝 卡頭要燃燒經濟 打駱駝 他的前排不夠強 不出清奇兵 打駱駝 這黃金亮點駱駝 是對的嗎 不對吧 塔頭點駱駝 哇 因為剛剛那一波巨頭4台 但是沒有寶珠 現在沒有前排的塔頭被推出來 然後他現在點駱駝 娃娃夾住 而且頭伸出來了 然後這個寶蓋在這裡的話 也等於說這個金塔頭也挖不到 這邊又回到平局喔 這邊回到平局喔 200P打200P 頂上對決這一盤 這一盤是頂上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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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兩邊都200 但是庫曼這裡點大衝車 然後這個頭伸出去之後 開始機動戰打起來了 地圖開始變成藍色比較多 紅色玩家這裡右邊 雜糕地堡 青茶在左邊 那射不到這右邊 但是Wile殺了 塔頭32村了 這個經濟不是很好喔 塔頭這個經濟不是很好喔 我來看一下現在的經濟量 其實兩邊差不多 但是中國耗金耗很多 因為巨頭一直出 你們可以看到那個 Wile這一盤他很鬼 他到現在一台巨頭都沒有出 他的思維就是後期 為什麼跟以前viper一樣強 你們先看一下為什麼現在YO很鬼 YO他不輕易出巨頭 他不輕易出巨頭 因為本身巨頭是屬於陣地戰 所以為什麼他庫曼很強 很多庫曼玩家 沒有把那個庫曼分清楚的時候 他會出巨頭巨頭戰 然後 你巨頭打巨頭戰 你的青茶就要卡在這個陣地裡 但是YO他沒有 他到剛剛為止 都是打 就是看你有沒有食物 把你的黃金兵消耗掉 等你開始 元氣開始上 一天射了三次 就是 你一天 花錢花太多 又要再去領錢 又要再領錢 又要再領錢 又要再領錢的時候 有一波空檔 YO就進來了 YO就進來了 所以他後期為什麼跟那個viper一樣很強 兩個人後期強 強在哪 viper是防守反擊多線 打這個多線營運的 把你打死的 那YO他的後期呢 就是那個地圖共識 文明理解 講了十年了 就是噁心 真的噁心 就是照理來說 我覺得這場tattle前面帶的很好 甚至到現在為止 tattle都可能還有一些優勢 可是黃金已經快被YO玩掉了 哇 他很強 哇 這邊庫曼 控制節奏的人 看起來是tattle 但是庫曼這邊更勝一籌 他還有3500金存在裡面 等一下 把你玩掉之後 他就出來了 哇 他把你玩掉就出來了 他等一下就一波浮原愛啦 哇 糟糕了 這裡 當地視角來看 tattle沒錢啊 tattle沒錢啊 燃燒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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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庫曼還是在打消耗 tattle想決戰 但是攻不進去 現在這裡 如果tattle一樣要再出巨頭 然後再去砸這個 拼茶一樣上來點 找一下tattle的失誤 把黃金兵點贏點你就輸了 然後等一下你還要找國王 國王在這裡 不然找他 這裡中國玩家國王是誰 騎大大嗎 看一下找不到找到 現在兩邊都兩百匹 一百十三村打一百村 哇 tattle再一次發動進攻 兩台巨頭站在這裡 匈牙利清奇兵大量包上來 加上 哇這個畫面 哇這裡一波激情推射 哇巨頭又掉了 這裡真的是展現出 YO為什麼後期也很強 為什麼以前那個viper打後期 也是有輸 也是會輸 也是會輸 也是會輸YO的 就是這裡 但是這兩位我心愛的選手 我最喜歡的兩位選手 不要講說我喜歡YO 等一下要被人家罵 我兩位一代戰神viper跟YO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前期七三開 這樣子 打操作不行 但是後期他們還是各自有把握 所以他們的巔峰後期 你們自己想想 以前我沒播比賽的時候 你看別人播 或是說你聽人家講 欸 不要把我們我大中國鐵龜流 以為只會打鐵龜 以前可不是鐵龜啊 以前是後期戰神 以前是後期戰神 但是這個後期戰神 跟VIPER是一樣的 以前是後期戰神 但是這個後期戰神 跟另外一位戰神 跟另外一位戰神不一樣的是 他現在惡目惡農 遊戲時間47分才變 哇 這個鐵龜兵其實打得好痛喔 我的天啊 這個青彩也是整個被射到不行 YO這邊還有2700金 現在被交換掉一波不生清場嗎 現在換Tato開始燃燒庫曼人的經濟了 前排也都組出來了 但是左邊 卡頭這裡中國 家裡 出事 稍微用比較爛的經濟兵去解 但是這個正面怎麼扛 快要殺到這個紫禁城門口囉 但是小熊維尼不在 小熊維尼出去玩 96真的打100C 哇 但是這個城牆上不起來的話 一直被換不行 欸欸欸 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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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頭這邊有刺客啊 這邊按幾些駱駝 哇 這裡應該要放一些長槍兵的 不是駱駝啊 不是駱駝 要叉叉 要叉叉 卡頭一直在玩他的黃金 他人家玩不動啊 這裡YO還有黃金 糟糕 後期打不贏 卡頭後期打不贏 YO 卡頭後期打不贏YO 一樣是7-3定律 但YO跟VIPER進帝王 那你們勝率就會比較低 五位冠軍裡面 後期最強兩個 閉著眼睛選也是選VIPER跟YO 還會選誰 現在這邊守住 但是這個駱駝又是燃燒一波經濟 卡頭剩下這裡的金了 這裡金挖完 除非打回這裡 不然沒金喔 這邊再衝撞一波嗎 幾瓶加點魯B 哇這一盤會不會打很久啊 有可能會喔 焦灼喔 等一下會不會直接衝國王 衝國王 面臨老了 唉 可是卡頭他是越戰越勇 怎麼會這樣子 卡頭決定不跟YO這邊弄了 來這裡控 然後拿這個金 YO很急 他衝上來 但是這一波 高地輸出 庫曼能接這個會戰嗎 他不能接吧 這一波黃金拿下來 YO不能接這個會戰 這裡是高地 要接 這波要接 這邊也有一個高地 兩邊高地 互不相讓 欸 欸 庫曼怎麼樣 庫曼上高地 沒有 哇這一盤很精彩啊 我來看一下現在的經濟量 哇 哇 哇 這裡的經濟量一模一樣欸 真的 2 TATTO變得很強欸 以前的後期 TATTO最好是打得 YO 那是YO的威力 不夠了嗎 YO跟VIPER一樣嗎 威力不夠了 現在都是要衰敗猶龍呢 喔好難過喔 中國後續無力了嗎 不是 我是說中國的玩家 有沒有年輕選手 像台灣有天空熊這樣 有布丁嗎 中國好像 在玩英雄聯盟 其他遊戲 特別多了 玩四季 相對台灣比較少 是不是 整體來說 誰來接接中國第一的棒子啊 YO哥哥 後期壓制力不夠嗎 我剛都先吹他一把了 哇 吹不起來 完了 來找習大大囉 習大大臉上沒有城堡喔 小熊維尼出來 已經是半徑五十尺了 而且這五十尺沒有軍隊 欸欸欸欸欸欸 但是這邊連魯兵 連魯兵被包住 完了完了完了 塔兜塔兜塔兜 塔兜你的兵欸 塔兜你的前排咧 哎呦 中國各地發起了這個禁衛軍召集令 北中南西 東南西北 包夾中國連魯兵 護衛一波 維尼大在後面指揮 彤彤給我上啊 好這邊一樣繼續尿他 哇這一盤打很久 兩邊的經濟 可能都還有得打 現在這裡連魯兵還在做輸出 哇這個清茶怎麼樣 他還有一千斤 這裡還有剩多少 這裡還有九百 一千一千 哇 這一盤打到宇宙重力平衡完蛋了 第二盤就要加班 天啊我又後悔了 這個父親節 這父親節很硬啊 其實照理來說今天平日不應該播的 但其實有 其實為什麼父親節跟母親節沒有國定家的 爸爸媽媽不偉大嗎 爸爸媽媽今天還要上班上課 上班這樣子 這樣子 不太對哦 哦不太對哦 放一下吧 放一下吧 放一放啊 哇這邊撞進來 玩到了 卡頭這被頂到了 哇 齊帆 卡頭這裡清洗兵繞進來 開始開多線 那我剛好像有講哦 如果打到兩邊都沒有黃金的話 庫曼比較強 因為那匈牙利清洗兵比較強 幾兵的話是沒辦法跟上這個庫曼人 他有跑速加成了 繞繞繞繞繞把你這個村民殺一殺殺一殺 基本上經濟精彩 尊號五安 五安 卡頭這裡已經都見底了 這裡其實也快了 哇靠這一盤會不會太經典了 這邊還有中國聯盧兵在做這個輸出 這裡清茶貼臉一波 轉角遇到愛 舒服喜歡 往後拉 清茶 清茶卡住 轉角遇到愛 舒服喜歡 哇這個劍與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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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哇這個這個中國聯盧的手術 手會不會痠呢 打到手抽筋呢 拉攻拉到 拉十字弩拉到手抽筋 喔這是聯盧不是十字弩 十字弩 在歷史上的話 他是每放一箭,然後他要緩衝,放箭再射 那連弩的話就一次好幾隻 十字弩的話就是傷害較高的攻兵系 但是輸出攻速比較低 歷史課有沒有上,大家有吧 這個剛剛講錯了 十字弩在世紀帝國是誰在拿的 是熱拿雅在拿的 那個才是真正的十字弩 這個不是十字弩 這個是等下,如果有一巴頭石車下去會很舒服 他們的衣服穿得很像是中華一番的小當家 二級廚師,中國連弩兵 但是他的機動性好差喔,天啊 現在還在200P打200P,我的天啊,媽媽咪啊 看一下遺跡,3800兩,2800 哇,遺跡只差一顆,但是差那麼多 第二盤打一個小時,我想去睡覺了 怎麼辦? 午休時間 就你給你這一盤,我可以下班 我後面還有幾盤 八盤 林良吉娃娃 播YO的局,魚兒已經提醒我了 主播? 你要播? 不要吧,平日欸 休息吧 播一下啊 不要吧 到底為什麼不要 因為有YO啊 他很貴啊 越後期越猛啊 好像真的是這樣欸 啊? 現在沒完沒了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沒盤進去都要設定一個小時的人 欸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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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包過來巨頭 被截掉兩台嗎? NO 巨頭又掉了 沒錢了啦 真的 卡通沒有錢了 YO一直想辦法把你巨頭收掉 現在這一盤還沒分出勝負 那個匈牙利奇奇兵很多 白乘42隻 這裡20隻 20隻幾兵 但是黃金兵不夠 又飛進來了 哇 被殺到112村了 卡通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跟這個玩家玩 就是會打到很久 所以為什麼那個HERA打VIP 沒有想給VIP打後期 因為根本 卡通國王差一點肉尿 那怎麼沒有人來敲這裡 卡通你怎麼沒有想想 對手的國王就在你眼前 衝啊 小熊維尼在那裡 把他的軟糖給他都吃吃掉 吃他一波小熊維尼 吃不到吃他軟糖 除其一波 哇大衝車要撞進來 哇操 慢慢再跟你消磨 體力上消磨 後期消磨 兵態消磨 看到我這個ID 鐵龜流更是消磨 進去就是要跟他打很久 哇操 但是這就是YOTA的厲害 太厲害了 欸玩到你輸 完了 推不進去 好像要輸了耶 這個中國這裡 中國人打中國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想動我 習大大維尼大 那我 我真實世界會死得很難看 遊戲裡面也不能得罪 曾經在斯利帝國裡面 有人取名叫習大大 或是維尼大 但是斗魚直接被ban掉了 一個禮拜 你們知道這個故事嗎 曾經YOTA開了一個大廳房 但是有一個中國玩家 他名字叫做習近X 然後YOTA把習近X 這位素人玩家給踢出 結果沒過多久 他的斗魚就被ban 所以我跟你們講的這個 看起來是效果 但是實質上 不是效果 是真實發生的故事 不要低估他的代名詞 但是因為我在Youtube 我可以說 言論自由 你如果今天是斗魚直播 在那邊維尼大 小熊維尼 維尼軟糖 維尼餅乾 維尼個G8 等一下等一下我這個頻道就不見了 真實案例喔 真實案例喔 順帶跟你們科普一下 好的 79升打108 嘿嘿 打不進去喔 108升打79 打不進去 現在 在 欸我跟你們講 真的 剛剛那是真實案例 這是真的發生過 不是做效果 我是說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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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感覺好像 吹不進去的 沒有錢 兩顆打三顆 輸了 輸了 哇唷好強喔 這一把 真的他好強 哇唷的這一把 後期 可以體現出他為什麼是 後期戰神 哇 被他玩到輸掉 庫曼這邊他太厲害了 阿頭這裡 僅僅是那次 台巨頭一個失誤之後 就再也打不回來 哇 哇 你讓這個 YO上帝王之後 好像也是 真的難打 跟VIP一樣 真的 現在世界力國 越來越夯了 我好希望 YO跟VIPER 回到他們的巔峰 真的是這樣 好希望他們 回到巔峰 如果他們兩位 都回巔峰 再加現在的 TATO HERA 跟小V 我真的是零兩級娃娃 史上最頂世紀帝國 朝代 春秋戰國 百家齊放 百家齊放 這跟中立999一樣 百家齊放 但是店名都叫 中立生活休閒館 但是菜單大不同 百家齊放 現在這裡怎麼辦阿 TATO 不想喊投降 因為分數是贏的 但是一直被消磨 那個精神意志力 現在就是在消磨 TATO的意志力阿 那個村民被刮到不行了 完蛋阿 趕快去找維尼大阿 在這TC裡面阿 搞不好等下 被當成是村民阿 村民把那個 維尼大推出來阿 這裡有旗幟 這裡有旗幟 找國王時間 TATO現在只有一招 請你找國王 找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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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沒錢了 再打下去要輸了 三個遺跡打兩個遺跡 沒有黃金 沒有錢了 找國王阿 國王在這裡阿 他在裡面阿 他裡面睡覺阿 他現在想要用武力上征服 但是以上帝視角來看的話 還是有一點難征服 其實他走武力征服還是行阿 但是因為匈牙利經驗後期中國這裡有路 打不贏 那怎麼辦 兩邊國王位置都還記得吧 哇哇哇哇哇 啊溜掉了 滑溜 哇這裡雙彈性命來了 大量 觀眾朋友們 我們還沒點讚的朋友們記得支持一下 我們今天88節祝大家福情節快樂 那這個上午的直播呢 平日照理來說應該是沒有人會來看的吧 因為也沒有放假 但是還是來了700位觀眾 感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今天晚上 我們今天晚上呢 10點 一樣會來轉播 冠軍邀請賽 Tuttle對上Mr.Yo的下半場對決 所以我們要在今天的上午場呢 10場轉播結束 那如果YO在這樣子消磨Tuttle的意志 也消磨我的意志 我以後YO的場 我可能就真的很難撥了 他這個平均時速結束時間 他後期很強啊 但是他的後期強 不是像Viper那種開多線 直接讓人家叽叽的那一種 啊GG了 喔謝謝謝謝 恭喜YO 成功的證明自己 雖然已經跟Viper一樣 微微退化 甚至是明顯退化 這個退化程度 我不知道 但是後期還是一把照 所以這邊還是提供給大家是參考 如果這個兩位的一代戰神 Viper跟YO 回到他們的巔峰 夢回二十幾歲 你讓他們來打這個 小黑是不是世界第一 他頭會不會是第二 還是其他人第三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都 很有話題性啊 那這邊恭喜YO 來我們直接第三盤